2023年7月16日,世界女排联赛继续进行,首个决赛席位出炉,中国女排3-0大获全胜,淘汰波兰队晋级决赛,等待美国队和土耳其队的胜者,即将冲击冠军,距离登顶仅差一步之遥。 就在上个阶段,中国女排8胜4负,排0第5脱颖而出,整体表现可圈可点,总决赛3-1淘汰巴西队晋级4强,临场发挥超过预期,这也让大家充满信心,主教练蔡斌是一套阵容打到底,对此很多球迷提出质疑,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,中国女排有备而来,做到以不变硬万变。 波兰队这次的成绩比较突出,在之前的比赛发挥稳定,进步迅速不容小觑,尤其是拉瓦里尼开始执教后,整个团队迎来蜕变,就在双方最近一次交手,波兰队3-0完胜中国女排,赢得比较轻松,令人记忆犹新,因此面对强敌挑战,蔡斌如何排兵不振,无疑是外界关注的焦点。 双方首发阵容没有进行调整,因此跟赛前预期完全一致,中国女排是主攻李盈莹,王云露,副攻袁新月,王媛媛,接应公祥宇,二传刁林宇,自由人王梦杰,波兰队是主攻卢卡西克,罗赞斯基,副攻科尔内尼克,尤尔齐克,接应斯蒂夏克,二传维纳斯卡,自由人斯滕泽尔。 第一局,中国女排多点开花,高质量的蓝王给对手带来很大压力,基本延续良好的竞技状态,波兰队只有失误,临场发挥出现起,中国女排做到全面领跑,以25-18先拔头筹,中国女排开场石头不错,大家的发挥都很出色,反倒是波兰队非常紧张,拉瓦里尼有些束手无策。 第二局对手的状态有所回升,中国女排领先被连续追分,关键时刻,蔡冰请求暂停,打乱波兰队的节奏,功详与王云露进攻得分,及时稳住阵脚,尤尔齐克,斯蒂夏克发球直接出界,李莹莹把握机会,中国女排24-23拿到局点,随后以25-23再赢一局,波兰队挑战打手失败。 王云露状态火热,前两局拿到最高的11分,13扣9中还有两篮,第三局波兰队还是发球问题,经常出界直接送分,拉瓦里尼的暂停没有效果,中国女排继续保持领先优势。 以25-23结束比赛,最终3-0横扫波兰队,率先晋级决赛,等待另外一场比赛的结果,即将冲击冠军。